从马席会破局以及张显耀事件一直到台底案 政府再度规定禁止高阶公务员到大陆进修 外界分析两岸关系降到了六年来的冰点 而今天上午马总统出席企业高峰论坛时 则是用了鸡蛋和篮子来比喻两岸关系 强调虽然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 不过呢这么大的篮子也不能够不放鸡蛋 大陆的崛起是一个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 2003年中国大陆就成为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 今年据说会变成大陆第一大进口的经济体 在这种情况底下它是不可忽视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鸡蛋都摆在一个篮子里面 但是对于大陆这么大的篮子也不能都不摆鸡蛋